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第二百三十八回 城外三百步 在为首的毛家女子停下之后 金武为五百计骤体 一名三十来岁的鹦鹉女子 披银甲持白毛 骑了一批通体乌黑的炭龙宝军 毛家势大根深蒂固 是敦煌城建成时就屹立不倒的元老派 在诸多势力角逐之中 始终不落下风 很大的原因是毛家始终 牢牢掌控有这五百精锐骑兵 毛家子弟向来是尚无骁勇 但这一代翘楚却是一名女子 叫做毛柔 敦煌城出了三位骑女子 第一位当然是被誉为二王的城主 一位是宇文家族那名不爱富贵爱诗书的痴情女子 嫁及随机给了一个卖酒的汉子 再就是当下这名靠武力统帅五百铁骑的毛柔 城内金武为是清骑 近几年来城外五百骑都被换成重甲铁骑 在敦煌城宽敞主道上策马奔驰 只要不入巨仙宫足以碾压城内的五百精锐 毛柔素来瞧不起那名作威作福的小丫头 靠着城主脱钦带雇 不就是胸脯大一些 腰细一些 屁股带圆一些 能当饭吃吗 他已经跟一些世交子弟谈妥 试成以后 这头可怜的小狐狸精啊 就交由他们轮流玩弄 毛柔停马以后 死死的盯住那名守在城门口的年轻书生 长得人模狗样 是他好的那一口 可惜啊 大势临头容不得他贪嘴 挥了挥手 他对身后一名壮朔骑将问负道 去宰了 就当祭骑 毛柔身后金武棋卫 宁笑着提枪冲出 铁骑铁骑 就是重马重甲 以冲刺巨力 撕开一切布防 金武棋卫啊 喜欢这种奔袭的快感 跟在床上欺负那些黄花闺女 是一个感觉 主子毛柔 是个让所有他群下重骑兵 都心服口服的娘们 带兵和杀人呢 都带劲 其为这辈子最大的念想啊 就是有朝一日 能够在他身上去冲刺 毛将军有一句话 被整座敦煌城门将子弟都称错 说姑奶奶带出来的士族啊 胯下一杆枪手上一杆枪 比起城内五百软弹金武卫 强了百倍 金武棋卫 随着马背起伏而调整呼吸 紧握铁枪 他并未一味轻敌 那家伙敢独自拦在城门口送死 多少啊 都有些金粮 敦煌城毕竟藏龙卧虎 大好工业 等着老子去争取 不能在阴沟里边翻了船 徐凤年呢摘下了书箱放在脚边上 他并未摘下春秋剑 对上那名铁骑 徐凤年不退反进 大踏步牵奔 毛柔和五百骑都有些惊讶 一些铁骑压抑过后都发出笑声 想要拦下一名冲刺状态下的重骑兵 知道得有多的力气吗 何况这位金武骑卫可不是稻草人啊 他枪法抄群在金武卫中 是战力可以排在前五的绝对好手 金武骑卫与那名书生相距五十步之时 精气神都已经叙事到了顶点 眨眼过后的十步之时 凶猛的提枪就是一次 徐凤年侧过头 弯臂挽住这杆铁枪 一掌砸在那冲刺而来高头大马的脖子上 连人带马都给往后推出去五六帐外 当场是马死人将亡 铁枪环绕身体一圈 徐凤年身体继续前掠 期间经过那名痛苦挣扎的重骑的都尉 一枪点出刺透头颅 将其钉死在地上 毛柔皱了皱眉 抬起手画出一个半壶 骑兵列作六层 层层层如扇面快速铺开 其余有八十随行弓弩手在前 战阵贤熟在毛柔指挥下如臂之事 不论是单兵作战还是集结对冲 都绝非城内刻意安排下 弓马剑书的五百金物位可以媲美 百二十步之时 毛柔冷写道 射 剑与扑面 徐凤年身形一技翻滚 铁枪轮源泼水不进 挡去一波箭矢之后一枪丢出 虽然仅仅是形似端贝尔和和的雷毛 却也是声势如雷 在战阵之前的毛柔神情巨变 身体后仰贴紧马背 一枪掠过 他身后两名铁骑 连人代甲都给刺透使跌落下马 毛柔不再奢望供奴手能够阻拦 率先冲杀起来 虽有三人阵亡 六层擅刑齐阵 却丝毫没乱 足见着毛家置军森严 铁骑阵 徐凤年眯眼望向那名英伟的女将 扯了扯嘴角 渐渐折了诡计 直扑而去 毛柔不急于出毛 当看到这名年轻剑士身形临近 轻松躲过两根铁枪刺杀 这才朝准奸细补生一毛 直刺他的心口 毛家看似直直一次朴实无奇 实则呀 刹那巨颤 风锐无比 这是毛家成名的跌毛法 无数次战阵厮杀 都有不知底细的敌人给震落兵器 下马 徐凤年左手一弹 荡开长矛身体前踏几步 一个翻身 就与铁毛脱手的毛柔 好似情人相对而作 才要一掌 轰碎这名女子的心口 她便抽刀划来 徐凤年两指夹住 指度骤然传来了剧烈的颤抖 摩擦出一抹血丝 毛柔果掘 趁机气刀 一手拍在马背上 侧向飞去 接着铁毛 撞飞一名骑兵 换马而走 流窜入战争 她呀 不再给这徐凤年捉对厮杀的机会 十来条枪毛刺来 徐凤年身形下沉 压断这匹探龙马的脊梁 宝马痛苦 思鸣一生 马腹着地 徐凤年一手推开一击 一肩撞飞一击 恰到好处的夺取 皱如鱼底般刺来的枪毛 身形并无丝毫的凝脂 在五十步外 拨转马头的毛柔脸色 阴沉怒喝倒 结阵 徐凤年身形后略 将后背偷袭的一击撞飞 脚尖踩地 潇洒后撤 撤出即将成形的包围圈 然后他长呼出一口气抽出春秋剑 他右手握剑 剑尖直指五百计 左手竖起 双指并拢 开鼠 毛柔怒急 沉闷下令道 杀 他眼中那一人 一人一剑 身前五百计 身后是城门 徐凤年不动如山 哪怕魔道第一人 洛阳锦 敦煌城也只是一人对一人 徐凤年习武以前 还有诸多对于江湖的美好遐想 但是真正封魔习武以后 就从不去做什么英雄好汉了 但既然身后是自己的女人 别说五百计五千计 他也会站在这 我死前守城门 叫你们一步不得入 毛柔见这名年轻剑士如此拖大 恨得牙根都痒痒 若是以往见着如此性子刚烈的俊严 还不得好好绑去床上 调教连来一番 只是此时兵戎相见 就只剩下刻骨挠心的怒意 一连说了好几个沙子 战马前奔如炸雷 徐凤年一气不息滚龙壁 虽然做不到羊皮球 李老头那一样 一条剑系数十丈 不过在草原上 对阵破拔春笋的生死之间 悟出了一袖青龙 剑气滚龙壁就越发的货真价实 身形如鱼 游翼在朝头 对上第一批铁骑冲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话说徐凤年春秋在首 当下劈开一人一马 然后横向奔走 无视铁锚点杀 仗着真气鼓荡的海市蜃楼 一开始就抱有持久厮杀的念头 不去执意杀人 而是剑马变缠 重甲骑兵 马战无敌 下马步战就成了累赘了 战马冲锋如同一线潮的阵型 被徐凤年杀马破朝 顿时有十几记人养马犯 迫于第二波的铁毛如鱼点 他只是略微的后撤停歇 赴而再进 身形逍遥 剑气翻滚 好似丹青国手的血液泼墨 看得持毛高坐的毛柔 咬牙切齿啊 仿佛才几个眨眼的功夫 毛家倾注无数心血精力 和足以堆成小山的 真金石银的铁骑 就已经阵亡了将近二十人 骑足一旦坠马 就要被那名书生装束的剑士 一剑削去脑袋 或者剑气裂中甲 死无全失 这几乎是要寡去 他身上的肌肉一般的疼痛 他很想一脚踩爆那相貌英俊的 小王八蛋的裤裆 然后质问一句 你知道老娘养这些个铁骑 跟养自家儿子一样容易吗 毛柔很快安静下来 别说五百计杀一人 就是三百计对阵一品金刚镜的高手 后者十有八九 也要被活生生给耗死 不过这里头啊 有一个重要的前提 那就是死了一两百人之后 铁骑阵形不乱 胆子没破 不至于被杀溃逃散 对于这一点 毛柔还有不小的自信 这五百金五位骑兵啊 等同于是毛氏亲兵 他养兵千日 极为看重实战和奖罚 经常啊 拉出去绞杀山后和马贼 即便对上前者轻记轻甲 后者铁记铁甲 也是毫不犹豫 扑上去好一阵的混杂厮杀 每次功成归来 别说酒肉赏银呢 只要你敢搏命拼杀 就算是敦煌城里 窑子里边的那些个花魁 毛柔也有魄力 去花钱请来打赏下去 玩贱的小子 你死了以后 姑奶奶 我用铁蹄将你的尸体塌成肉泥 继而他对着手下骑兵高声道 小的们 别给他换气的机会 用马撞刺他 那个家伙第一枪刺中这丝 老娘就打赏他 城里边全部叫得上名号的花魁 谁第一个刺死他 老娘亲自上阵 给那个走狗屎运的王八蛋 来一次与人吹销 金武骑兵都杀红眼了 徐凤年面无表情 一手遇见取头颅 一手近距离的杀马杀敌 毛柔看着战场中惊心动魄的单方面绞杀 他冷笑道 拉开三十步 丢毛制枪 捡起以后再来 与徐凤年纠缠的半圆形骑兵顿时后撤 第二波骑兵瞬间丢制出枪毛 这可不像百步以外的箭矢那般能轻易拨开 能够成为重骑兵 臂力本就不足 因此每一次进射那都堪称势大力尘 欲见不停 斩乱阵营 徐凤年握住两柄擦肩铁枪的中段 在手中一旋 两枪如镜面圆盾 所有近身枪毛都弹飞在外 一波丢制过后 徐凤年握住铁枪双手回馈了一次投掷 立马呀 有两极应声落马是提甲通透 毛柔一旁看得是触目惊心 事已至此竟然开始麻木了 他声调冰冷的下令 围住他 这名心狠手辣的女将低声吃笑道 老娘就不信你能做到两百年前 五家九剑破万剑 一人如何成就见证 毛柔给身边五名嫡妻骑兵都为一个眼神 武技开始悄悄的提枪急速冲锋 一圈六十剑尽量躲避那柄恐怖飞舰 然后三十步歪同时丢制枪毛 徐凤年双手浑然抱圆 枪毛出人意料的随之旋转 左手错过一抹 六十杆枪毛反向射出 虽然这些重骑兵竟只是行动相对轻忌要迟缓 却也不是稻草垛子 除去十几根大剑太过于刁钻 四死重创了骑兵 其余的都只是擦伤或者是被竭力拨去 不过最内一层圈子开始有破裂迹象了 而六名武力在金武卫中登顶的骑兵都尉 就在奸细中瞬间奔出 同时丢出枪毛 然后抄出猛刀向徐凤年奔杀过去 纷乱之间 一人被春秋飞剑割去半张脸 坠马身亡 第二匹马仍是笔直凶猛的 撞在了这一名可怕剑士的胸口 一撞之下 竟然只是让他一脚后滑几步 便止住了身形 索性另外一击 侧向撞来 将其撞飞 另外一名都尉抓住了千载南风的机会 猛刀当空披下 总算是见血了 这帮厮杀到现在的憋屈金武卫的骑兵 差点热泪盈眶啊 那名砍中书生剑士尖头的都尉 心头一热 才想要将吃奶的尽头都推到刀锋上 削去这个年轻狠人的整着膀子 就瞧见那丝那双不带感情的阴柔毛子 寒光一闪 下一刻 他的莽刀就被崩开 被其一把就拽下马 双手拧断了脖子 薛凤年丢下了鲜血淋漓的头颅和身躯 嘴角扯了扯 毛柔一旁沉声喝倒 都为唐康战死 抚恤前十五十两黄金 准许他儿子进入毛氏私学读书 集贯后立即进入金武卫担任都为一职 毛家众诺 这是一块比金银还要沉重的金子招牌 也是毛氏能够在敦煌城数次跌宕中始终占据实权高位的根基 军心再次凝聚 徐凤年拿住春秋剑开始狂奔 直线冲向发号适令的毛家女子 成胎大半的金吕和剑胎圆满的招路终于出了剑囊 所到之处两侧骑兵的镜像间纷纷站出一抹血株 毛柔眯起眼睛 这一次并未退走 两名不起眼的重甲骑兵猛然落马 手持莽刀大踏步和徐凤年展开对冲 毛柔则一甲马腹游入阵形厚重的腹部 他显然不惜让金武卫中隐藏的毛氏精锐死绝死光 也要慢慢的耗死这个横空出世的见识 却说呢 宫城白向门外 可谓枭雄林立 各自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毛氏组长毛锐是一个精瘦的老者 坐轿而来 此时帘子掀开 车销那样摆有一整套精美绝伦的炉平三世 毛锐眯起眼 脸色看似安详眼神却尤为炙热 望向城门口 一只手探入一名侍乡女的脸口 另外一只手也没闲着 隔着精觉天下的稀署段子 抚摸着另外一位侍女的臀伴 车厢香味弥漫出景 连相隔十步以外的一名骑马老者都清晰闻到 不过显然呢 这位老季福利不福老的佩见老人并不领情 闻着扑鼻而来的香气有些厌烦 他曾是锦西州上一任持节令的旧将 叫卢武 弓马贤熟 轻壮时候更是锦西军当中名列前茅的骑射高手 上了岁数之后也没拉起武艺 对于同之同气的毛锐 向来呀看不起他 他伸手挥了挥香气 卢武复飞一句老不正经的东西 卢武虽未像毛家这般掌握着五百铁骑 却也有大量的精锐私兵 老人以豢养甲子著称于敦煌城 私兵两百 其中甲子占了一半 这次城内金武卫倒戈了两百 他的几名甲子功不可没 按照秘密约定啊 事后坐下来瓜分战果 那名女娃娃和两三百的宫女儿都归毛锐这个老色批所有 他则要宫中所藏的数百具兵甲 至于五吃城主收集搜刮入藏金阁的全部秘籍 则由橘子州慕容宝鼎的一头走狗去接手 这次不光彩的篡位 算是大家各出其力 各取所需 省得等下分赃不均 到时候再闹出一场乌烟瘴气的窝里头 当看到那一团锦绣衣袖出现在城门口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的摒弃凝神 除了他们这些大人物遥遥对峙 宫外五百金武卫更是剑拔弩张 一批是两百计 不过有三十黄金甲石作证 另外一批人数占优 有三百人 而且掺杂了许多鲁家甲子死士 更有毛家重金引诱来的一百来号的江湖人士 一半是敦煌城本土势力 一半是近日由城外渗入的亡命之徒 这批人密密麻麻的聚集在一起 声势一样不小 陶勇是公认的慕容宝鼎麾下的一条恶犬 他在敦煌城内势力只算是末尾 主要是渗透的时日不多 才五六年的光景 比不得毛家和宇文端木这三个靠年月慢慢积累起威势的大家族 不过城内呀 许多成名的江湖豪杰都归拢在他的帐下 而且有十几名慕容亲军打底子不容小觑 这次他精锐尽出而且胃口小 只要藏金阁那几十本生辟秘籍故而有一席之地 他不曾骑马 只是步行 他朗声道 姓燕子 暗中害死城主 整整两年密不发脏 心机如此歹毒 不愧对列祖列宗吗 暂任紫金公公主的红鼠 他笑了笑 简简单单的说了一个字 杀 金武为骑兵展开了一场不死不休的血腥内耗 当鲁家甲子和陶勇嫡系以及江湖满夫都投入战场 使得黄金甲氏都悉数战死 再去看那名女子仍是轻描淡写的挥了挥手 连宫女儿和老宦官都略入门前血河 毛锐有些按捺不住 走下马车来到鲁武身边 他沉沉问道 宇文端木两家 当真不会帮着那小娃儿 与那两个大家族有密切联姻的鲁武摇了摇头 绝对不会 唯一需要小心的就是捕雀台 毛锐松了口气 鸡笑道 这个你放心 捕雀台有老夫密探 这一次定然不会插手 只要宇文端木不出手搅浑水 老夫不介意分给他们一些残坑冷治 鲁武冷哼一声 陶勇有些怜悯地望向那名妖艺女子 顿皇台面上也就只有这么些人 就算你还有一些后手也扭转不了战局 须知马上还有五百铁骑入城 可惜了这副皮呢 真是便宜了姓毛的老玩意儿了 红鼠形单影只站在空落落的宫门前伸出一指重重的抹了抹天生腥红如胭脂的嘴唇 他由衷的笑了笑 可惜没大雪呀 否则就真是白茫茫一片死得一干二净 就当红鼠准备出手杀人之时 人海渐刺分开 五百计不曾有一计入城 只有一人血衣背剑脱刀入城 他一身鲜红已经看不清衣衫原本颜色 他手中提着一颗女子头颅 这名背剑脱刀的年轻人 丢出头颅 抹了抹满脸血污说道 这娘们儿好像叫毛柔 说只要杀了我就给他手下动嘴活 我一刀搅烂了他的嘴巴 想来这辈子是没办法做那活的 然后他又指了指红鼠 她是老子的女人 谁要杀她来 先问我 穷穷竭力在宫门外的红鼠 一袭锦衣无风飘摇 眼眶湿润 眼眸赤红 五指成钩 几乎刹那入魔 他亲姑姑死时都不曾如此啊 不知何时出现的一名 背负眼熟书香的中年男子 对他摇了摇头 红鼠的锦断大秀逐渐静止下来 场上 众人只见那名血衣男子 好像是咧嘴笑了笑 然后说道 放心 我没能杀光五百斤五味 就杀了两百计 宰了这个毛柔之后啊 三百计就逃散了 听众朋友 雪中汗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风火气出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更多内容请登陆 喜马拉雅电台 或添加大斌小说 微信公众平台 DBXT981 雪中汗刀行 今天为您播讲到这 感谢您的收听 《水凉红枯》 参赐般马虎 多少天因果苦口 孤零离路 不宇旧一户 帝王江山寄普图